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请听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也有完全相同的说法,他们是这样说的,下面是一个父亲在说他的女儿,这个爸爸说,我早就告诉沙利,不要那么笨去和那个人结婚。 可是对于我的话,他是一个耳朵近,一个耳朵出。结了婚,他才知道那个人又喝酒又赌钱。现在,他后悔当初没听我的话,想要和他分手了。下面这个例子是一个老板在对他的秘书说话。 他说,我告诉了你多少次上班要准时,可是你对我的话老是一个耳朵近,一个耳朵出。 现在,我没办法了,只好解雇你了。 下面要讲的一个习惯用语是 Play by ear Play就是玩的意思,可是play by ear的意思并不是玩耳朵。 这个词汇的来源和音乐有关系,它原来指的是那些会弹钢琴,或是会演奏某种乐器,但是却不会看五线谱的人。 每当他们要弹奏某个乐曲的时候,他们只能凭上一次听到的记忆来弹。 可是play by ear 现在已经成了日常用语了,意思是,做一件事不是事先有计划,而是走着瞧临时决定。 如果你被请到一个地方去讲话,可是又没有时间准备,你就可以对听众说, I haven't had a chance to prepare any notes, so all I can do is start talking and play it by ear.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今天没有什么准备,所以就只好讲到哪儿就算哪儿了。 下面一个例子是,一个人在和朋友约会。 I'm not sure if my wife wants me to go shopping with her on Sunday. If she decides to go with her sister instead, then I can play tennis with you. Let's just play it by ear. 她说,我还不知道星期天,我太太是否要我陪她去买东西。 要是她决定和她姐姐一起去的话,那我就能和你去打网球,我们就瞧着办吧。 我们下期二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点植,打进来? kroon选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